虽然司法独立之行集会早已经获得警方的批准 但还是逃不过被秋后算账的命运 金马警区主任诺德汉证实开档调查集会 并会传照所有的集会者问话 诺德汉今天下午发文告表示 警方援引和平集会法令第15至3条文 以及2022年传染病预防及控制法令 疫区内措施 国家复苏计划构度到地方流行病阶段第6和第7条文 调查这场集会 所有出席者都会被传照到金马警区总部陆供驻查 诺德汉还提醒民众不要参与任何违反法律的活动 否则一定会被当局严厉对付 根据警方发布的数据 出席今天早上集会的有大约220人 比律师工会公布的人数少了大约一半 第7条文字幕提醒您的状态 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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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